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星星 在我们农村 为什么自己建的房子 自己种的树 不属于自己人的呢 这具体不是为什么呢 大家给我了解一下吧 走吧 哎呀 哥哥没事了 没东西 吃饭了吧 吃饭了 哦 你的一天吃几天啥 三轮 三轮啊 吃了早点 哦 没早点吃 它们放面了 这又没早点了 哪啊 这有关系的方案 今年多少了 七十七 七十七了 这几个孩子大爷 三个 几个儿几个姑娘 两个儿有 大爷 但是那个村 但是就是那个都 过来这么多年了 就是有更多的经验了 但是村里有什么风气的 魔花弹 这都过来行为成年共的 把管理 《孔孔孔》 哦 孔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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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Ц 在这儿盖个屋 你盖上不要你爸 不是你的 你爸留也弄不住 你在外面买着木料 买着钻 盖子盖个屋 你要走了 你不能拿走 这度一度 随于省人 随于省人了 这意思了 那你说的从孔子的年代传到现在 一直这样传下去了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都是个人了 从孔子那个年代到 你说的前几年才 四几年 四几年 一二年从来就变了 从来就变了 五一年开始搬土地人 土地人 搬土地人的时候就睡觉了 睡觉了 现在的生活呢 你感觉的 现在的生活比较好一倍 现在的生活你还满意吧 大爷 那挺满意的 现在的生活就很好的 吃喝都管 吃喝也都不缺 是吧 通过和大爷的聊天 大爷睡了 是因为以前种种的原因 所以自己的东西都不属于自己的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都属于自己了 大爷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北京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